什麼 執行長和尚董事業好亮 關綠光啊 執行長怎麼可以這樣啊 要是他再來 我一定讓他知道 我雖然不是大人 也不是好欺負 不要 你為什麼都弄到椅子啊 我腳痠啊 教綠光孩子 因為天理賽 隨時都可以理你 幹什麼 紀律 不要一高興就忘了自己是誰 你應該很清楚 他如果再發燒 就覺得小夏的男人是沒有用的 到時候他的狀況只會越來越差 甚至他會送命 你知道嗎 為什麼蘇菲會死 為什麼你對面討論他的病情 而我和我的爸媽 卻只能置身事外 我們是他的家人 帶著希望夢想才能飛往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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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著溫暖的風我們不再無助 因為你的祝福我的愛不辛苦 呼吸感動我不再退步 讓音樂趕走我的孤獨 我的勇氣 因為你的保護 不曾停下追逐真愛的腳步 種下愛 種下夢 種下我們的信念 讓陽光照亮在我們心裡最深處 那些事 那些歌 那些歌 趴著我們的誓約 不能哭 我們有 要轉為旨旅途 不怕輸 我們有 小聲 交織著淚水 最勇敢的幸福 正式行 怎麼樣 什麼問題 正式行 怎麼樣 什麼問題 後續了 腳身子 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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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好好吧 快 小青 你又抽筋了是不是 還能在那邊做什麼 快去找香蕉來 快去找香蕉 認證在這幹什麼 快 放鬆 小青 你不要不要拿香蕉 給你當點心 有 會吃下去 假就不會抽筋了 我不喜歡吃香蕉 小朋友 以後不要把沒有醫學 根據的偏方 帶到校園裡面來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妳知道嗎 可是我們在校園都是這樣子 小抽筋吃香蕉就好了 妳還頂嘴 這位家長 我是綠光的體育老師 香蕉能夠防止肌肉抽筋 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香蕉裡面還 在妳解釋之前 可不可以請妳先 把小孩子整頓一下 妳身為老師 難道沒有教小朋友 什麼叫紀律嗎 妳看看咱們的視頻賽 再來看看門綠光 會不會差太多了 這位先生 蕭依來了 蕭依來了 快來看看 我小孩想要抽筋了 別擔心 待會兒幫按摩一下 這位家比賽 你放心 快點 他明明吃香蕉就會沒事 幹嘛那麼麻煩 蕭依 這些小孩硬說吃香蕉 可以治療抽筋 這實在是 我早說過 鄭世青偏食 不愛吃水果蔬菜 所以才容易發生抽筋的現象 因為他身體缺乏電解質 香蕉很不錯 你知道嗎 他像孩子說得很好 謝謝你們幫助師兄的心意 不過這紀律還是要維持好 知道嗎 等一下呢 我期待有一場精采的比賽 加油 我喜歡吃香蕉 可是我不喜歡吃香蕉 不吃你會抽筋的 拿去啦 謝謝 太好了 好 兩隊繼續熱身 好 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 做最後的衝刺 來 繼續熱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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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今天的比賽 就跟我拿著小婷婷 站在舞台上一樣 一旦起了音 不管表現好壞 不管遇到任何意外 都一定要讓它完整結束 你們做得到嗎 做得到 你們今天想要 各位參賽者的小朋友 注意他 在打招呼 走 加起來 我們控制 我們在看 加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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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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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选手 跟中 各位 好 来 拿起精神来 苏晓峰 走 回去加油 没事 没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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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精神来 跟我一起做 缩脚步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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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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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尼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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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终了小朋友 给你们领先的PV 一马上线了 不关税 整个小朋友们 受过严格的军队 在后面提起一匹的队 好 脚步越来越大 好 加油 第二棒是 第二棒是 高级的领先 不是一时变成的队伍队 在后面提起一支队 两队的实力相对的坚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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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甲虫 待会不要跑那么快 我的脚比较短 拜托了 让我笑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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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奇了 还想到露锋的小甲虫 居然跑了我们身边 是飞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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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倒了 加油 第一棒 第一棒 我们跌倒了 这一枪坏的不行 快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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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跑 加油 加油 跳高山掌 靠人力跑 靠自己最好 自己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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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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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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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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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快去看看 不用了 還是受傷 過去看一看吧 他正在比賽 而且是背負著 死兵山的名譽在跑 在還沒到達終點以前 誰都不准插手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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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嘛 大砲 大砲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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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光的大砲也停下來了 他只插終點圈幾公分 怎麼會停下來呢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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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長 大砲差一點點就可以過終點 我們綠光就可以獨立了 劉美 冷靜一點 我們看他怎麼做 阿姨 沒錯 我們現在只有相信他 相信他會做出最好的選擇 加油 快起來 剛剛給你香蕉你沒事對吧 難怪你講話球技 來吧 我不需要同行 我自己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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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扶你啦 你的腳抽筋 不能跑 我這樣也不算贏你 所以你跑 我跑 你爬 我爬 你跳 我跳 讓我扶你啦 我不要敵人扶 什麼敵人 綠光是使兵賽的學校 我們應該是同一國的才對啊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這次讓我扶 以後再扶回來 不就好了 讓我扶就是朋友喔 我們蘇菲老師說 要愛你的朋友 更要愛你的敵人 來啦 讓我扶啦 大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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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人了 大炮小小的身體居然扶著身材 比他高大的正式器 一步一步地邁向終點線 太感人了 加油 太感人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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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山僕 煩著 他好賴皮喔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比賽的結果已經出來了 獲勝的隊伍是 CP층 可是 不要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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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今天飛我到終點的人 是綠光小學的人 如果綠光沒有贏 スプーン賽也不應該算贏 對 スプーン賽沒有贏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各位 像這樣的情形要怎麼處理 我剛剛的掌聲 是位 Spencer跟綠光的孩子 本來大砲可以很容易贏的這個比賽 可是 在最後他選擇幫著對手 這樣的精神真的很值得鼓勵 值得鼓勵啊 好 好 太鼓了 好 好 而 Spencer的鄭思青 不會因為意外就放棄了比賽 這種精神 連大人都比不上 而 Spencer在意的是過程 不是結果 這種精神 真的值得鼓勵 值得鼓勵啊 鼓勵 好 好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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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真的是這樣 比賽還是要分出一個結果來 警長 像是 Spencer獲得勝利 你是不是应该遵守你的约定 放弃你在Spencer的执行权利 你再说一次 放弃在Spencer所有的执行权 等一下 如果要论输赢的话 我认为 赢得真正胜利的 应该是绿光小学 郑董事 在这场比赛中 石冰赛的孩子 表现了完美的纪律 而绿光的孩子呢 有人跌倒 但是都没有认输 甚至在最后一棒的时候 我发现的不只是团队精神的表现 而且 还看到人与人之间互助之心 可是 既然这场比赛 别是团队精神的表现 所以呢 我在这里宣布 本人一定全力的支持 绿光小学 有绝对的自主权 可以随时由石冰赛教育机构 独立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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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徹兰赛教育 Alabama 只在一堂 雪松 network 这 在起安排 我所授 réalic 你要是 在那裡 那现在 paid 好 你剛剛好像太開心了 走得很急 居然連這個都忘了跟我買 這是綠光小學 獨立的同意書 所有的董事們都簽字了 包括你在內 包括我在內 我已經有鄭董事在 Spencer跟綠光 所有人的面前的保證 還需要什麼同意書 何況綠光小學的獨立是必不得已的 你也知道我要的目標 並不只是這個而已 志信長 你打算怎麼做呢 董事長跟綠光小學的目標 我想把兩個學校交換學生 讓他們體會兩種制度的優點 讓他們的心更宽廣 好 那我想先看看 實驗一年之後的情況 再做決定要不要長久執行下去 OK 謝謝 我保證 我一定會讓你看到效果的 各位 我先告辭了 那你什麼 你認為這樣子我就會認同綠光嗎 不過願賭服輸 既然鄭董事給你一年的極限 我也無話可說 明天晚上綠光會有一個聖誕的大餐 會很熱鬧 不如你也去上山 感受到綠光的精神吧 應該沒有這個必要吧 我會請綠光孩子 邀請史堡斯留個孩子 一起參加派對 如果你不去 如果你不去 會讓他們失望的 博士 恭喜 新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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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慶祝之外 還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 什麼事啊 老闆 上去啊 參加談論 讓他們開心就好 我 akan做 好 不行 威依天 趕快走啦 我為什麼要走 你趕快走啦 我為什麼要走 走快點走 走了 不要過 求婚 求婚 你看 剛剛叫你走都不走 現在丟人了吧 威依天執行長 請你遵守我約定 跟蘇菲老師求婚 求婚 快點啦 你不講 他們會沒完沒了啦 哪有人被催著求婚的 好 我不催 你就去難看吧 不要到時候 到了以後 說我急著嫁給你 我不是這個意思 雖然我不是自願的 你說什麼 你不是自願的 OK 既然你不反對 所以我正式在這裡跟你求婚 Sophie 我 關於求婚這件事 等你減了五公斤再說吧 你以後敢講你這種話 我就把你宰了 可以 我以為S妹在說什麼了 快走 Bose Sophie等一下 謝謝姐哥不要跟我說話 她死定了 私底下說說就算了 居然當著大家的命 給我講 老師 執行長叫人解剖 你不想講話 Sophie Sophie 歐文 孩子你負責 如果孩子們跟上來的話 我寄你過 是我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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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出這種話 減肥五公斤 明明不想這樣說的 可是一開口 就變成這樣 對了 你們看她的表情 生氣嗎 不是 火山爆發 不止 她想殺人 差不多 慘了 這次她一定不會放過我 威廉 Sophie 閉嘴 不要講話 煞文豬 我 如果你現在要開口的話 你只准說三個字 那就是對不起 你得也馬上跟我道歉 不然我就要告訴全世界 你是一個歧視女性 只把女性看成討好男人的煞文主義豬 你叫我豬 沒錯 如果我真的是煞文主義豬 我不可能跟你道歉 還有你要記住 是你叫我閉嘴的 我為什麼要跟你說那三個字 老闆 別忘了 你是要求婚的 我為什麼要求婚 要我求婚 等你減了五公斤再說吧 小孩子 Sophie 叫警察 你怎麼了 Sophie 我不應該惹你生氣 你醒來啊 你要我跟你道歉一百次 一萬次 我都願意 掉了頭了沒 Sophie Wake up Sophie I'm sorry 你這麼一點就對不起啊 你騙我 只要你惹我生氣 不 你推我 只要你惹我生氣 你怎麼這麼愛計較啊 我常常對我看過 像你這麼沒風多的大男人耶 我告訴你 你現在就算你跪在我的面前 我也不會嫁給你 完美 你不減五公斤 我也不會娶你啊 你不減五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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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進去會快再丟臉了 可是如果不進去 威廉又不跟我全婚 小姐 我看你在外面站了很久 有什麼問題嗎 我都可以幫你解決 打給她又說什麼了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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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給她跟她道歉對不對 對 你現在看好像我們的服務項目 其實你對自己有哪一個部分 是今天你想要做我的調整 比如說你的身材或者是說 護膚的部分 等一下 等一下 威廉 等一下 喂 小姐 Sophie 我有話要跟你說 算了 你在哪裡 我去找你 不 你現在先不要過來 我知道你生我的氣 所以我立刻要去找你 跟你道歉 我不要 小姐 你先不要講話好不好 你叫我不要講話 我已經低頭了 你怎麼可以跟她 不是 我是叫你不要講話 總之 你先不要過來 如果你有什麼事 你要告訴我的話 我明天約好 去幫小朋友買身帶禮物的時候 再說好不好 為什麼 再見好不好 再見 好 你要跟我說再見 但我們以後也不用說了 明天你要去買禮物 如果我陪你去 我就是小豬 不 威廉 小姐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都可以幫你解決 我的問題 你沒辦法解決 不好意思 明明要道歉 為什麼要搞砸呢 說吧 把心裡話說出來吧 你要說什麼 說你是豬頭 不 抱歉 抱歉 我嚴重了 對 我是豬頭 不知道為什麼碰到它 我只是沒辦法 有誰可以幫我呢 所以 你會想嫁給我嗎 Sophie 你會嫁給我嗎 Sophie 你會嫁給我嗎 Sophie 你會嫁給我嗎 你不會 他這樣說 你會嫁給我嗎 你會嫁給你嗎 我會嫁給我嗎 你會嫁給我嗎 我會嫁給我一口 你會嫁給我嗎 你會嫁給我一口 所以我就来啦 艾伦 夫人 我已经准备查了 好让老板能够认识嗓子 怎么 你不认为我有资格 做你的爱情顾问吗 好歹当年除了你爸爸 还有不少人跟我求过婚呢 我最了解 为什么一个女孩子 愿意答应 斯宾斯家族男性的求婚 为什么 有一首歌你知不知道 永远 当年 你爸爸就是用这首浪漫的情歌 向我求婚的 这首歌不错 怎么 要不要我帮忙啊 我可是你最好的爱情顾问 好 那你现在就 全部脱掉 什么 脱掉 你紧张什么 我只是要你把所有的武装 全部脱掉 你跟苏菲之间 还需要隐藏什么吗 你们就要结婚了 结了婚以后 你们就要在一起一辈子 是这个世上最亲密的人了 所以 你的脆弱不需要隐藏 你的恐惧不需要隐藏 你的好面子 你的好强 你的拉不下脸 通通都不需要了 你只要把自己完整的交给Sophie 所以才放心把自己交给你啊 当年 你爸爸就是用这种方式向我求婚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放心的把自己交给她 我自己完全交给Sophie 我自己为了 个临着 我是这么乱的 我很好地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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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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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我忘记了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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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想想想想 用你的心去看 你就会知道 怎么样让Sophie答应你的求婚 还有最后一个建议 虽然Sophie 并不是很浪漫的孩子 但是 一点点的开发 她会开心的啊 驚喜 我要给她什么惊喜呢 那就要看你自己了 来 我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苦恼 我为什么要为这个烦恼呢 为什么自己要烦恼 对了 为什么要为这个烦恼 我有了一股小孩 大姐 游美都可以帮我 还有 喂 Owen 明天我要跟Sophie求婚 我需要大家的帮忙 你帮我联络 为什么我要帮你 因为是你管我跟Sophie求婚的 你有这个责任 你要帮我 你确定要我帮忙 我记得不久前我还是你的情敌 你不怕我故意帮到吗 那我只能相信你 好 看在你相信我的份上 我帮你 你要我怎么做 我是不知道怎么做才打给你 等一下 我明白了 我需要你的音乐 水晶球 明天你到绿工 看到图都会知道的 喂 什么水晶球 什么图啊 喂 在你出院以前 医药费会替你扶清 你不用担心 我真的是太麻烦你了 李小姨 如果你真的觉得麻烦我的话 就敢把身体顾好 等健康以后再把钱还我 你为我做这么多都是因为珊珊 你喜欢珊珊对吧 李小姨 你喜欢她 你就应该跟她讲嘛 你这样自己默默一个人 这样闷着头做 她怎么会知道呢 刚开始 我只是当成欣赏她 想要帮她而已 但是也许现在 我在期待一个更好的苏晶出现吧 她曾经告诉过我 她在懂得被爱之前 就已经陷害上了威廉 也许我应该等到 她学会被爱以后 等她看得到身边的幸福 她的眼光就不会停留在那些 她永远得不到的东西身上 上东西 李小姨 时间不早 我先走了 你先休息吧 等一下 尚总是 给你们两个人彼此多一点时间 我相信珊珊她一定会动你的心意的 Susie 为什么不走进去 门里门外就差一步的距离 既然都大好远跑到这里了 为什么不踏出这一步呢 门里门外是只有一步 但是我要跨越的 不是这等短的距离 而是二十年来 被自己亲生母亲 抛弃的所有怨恨 Susie 如果你没有原谅她 你今天也不会来这里 你的心里面 还是想要这个母亲的 还是想要这个母亲的 你到底要逼我承认什么 我对她心乱了吗 还是不服输的书山 又被打败的时候 没错 我承认 我是有想过叫她一生妈妈 也有想过清下女儿的义务 我不是在这里偷偷摸摸偷看一眼 被你抓到 连我自己都觉得难堪 但是你能教我 上述二十几年的事情 该怎么做 我连开口喊一声妈妈的勇气 都没有 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为她做任何事 很简单 我负责的东西 给你做 你跟她说过 你想要尽女儿的义务 立向一对医药费让你负责 可是如果你要还我钱 一定要透过你的母亲 否则一切免谈 只是钱 你做得到的 刚刚你都听到了 如果苏珍以后真的来找你还钱 就算她把钱砸在你脸上 你也要收 可是 还要千万记住一些事情 不要一次把钱拿起 妈 为什么 你希望你女儿来看你几次 你就分几次拿 不要让她只问你做一次 要求她每个月都帮你送钱来 苏珍的个性这么好强 又这么爱面子 有了这个还钱的理由 她一口来看你 就不会走不进这个门了 谢谢 老板 你明天是要向舒菲娇姐求婚吗 其实求婚很简单 情人间最想听的 不就是那三个字吗 喂 艾伦 明天一早 把这图画送上去绿光交给欧文 威廉不会真的不来了吧 我怪我自己干嘛跟他生气 我会面对爱情 Sophie不会听了我昨天电话说的 今天不来了吧 都怪我自己 不会面对爱情 我以为你们会来的 不会人 我以为你们会来的 就算我变成小猪 我也不会让你一直等我 我也是 我也不会让你等到我 Sophie 答应我 我们以后会像刚刚那样 一直坦白内心的想法 好不好 还有我也答应你 我以后 不会掩饰我的情绪 掩饰我的尴尬 我会让你看 全部都忘了 这个是你做的 这个是你做的 BOSS Ellen 好 好 Sophie阿姐 BOSS 我都安排好了 Ellen 刚刚没看到你 愿意跑来玩牛蛋了 你要玩吗 当然 BOSS 放心 包在我身上 我保证这个方法 一定会让Sophie小姐 成功能看到牛蛋 好 好 Sophie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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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好 牛蛋 早上一颗蛋 胜过考试得鸭蛋 看一看 我爱你 谁 Ellen哥 不好吧 我已经有老婆小孩了 你 我是要说 我这东西不是给你的 那我 执行长 Ellen哥 执行长跟 蘇菲执行长夫人 出来玩 约会啊 对 那我跟 好 小朋友 我们今天一定要帮 威廉执行长 完成跟苏菲老师求婚的任务 清不清楚 清楚 有没有信心 有 家童 大家好 家童好 我们好想你 家童啊 今天要回来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 他还带了一道 他自己最喜欢吃的菜 跟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又是绿光六人行的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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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一串椒 小丑 哪有人把枪椒当成大餐 跟大家分享的 我不要 我要吃大餐 对 我不要吃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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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大餐 好 小朋友 我们现在来制作 威廉执行长设计的水晶球 好吗 好 大胖布鲁 你们负责雕刻模型 小辣椒 你负责组合 梅子安妮 你们负责上色 动作快喔 太阳下山以前要准备好 威廉执行长才能顺利跟苏菲老师求婚 今天蛮幸福的不用上班出来逛街 我也算是出公餐 你要跟警长讲清楚 知道 拍照 这是什么东西 大头天 你不知道喔 大头天 我当然知道了 好 来 拍 要头钱才能拍 头钱 Ellen Yes 老板 快 头钱 就我们小事交给我来就行了 警长 记得喔 要很可爱喔 真的要可爱吗 当然喔 要很可爱 开始了啦 快点 不开心啊 不是太过了 警长 你看他 好可爱喔 从来没有看过警长这么可爱 走 走 威廉 可爱 别生气了 我请你去喝红豆汤 我有说错话吗 拿着东西跟我走 怎么会到这种地方 实在有识身份 小淑菲太不懂事了 还好 还好 老板娘 吃碗红豆汤 吃碗红豆汤 红豆要多一点 汤也要多一点 你都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我可是从小看你吃到大的 但是今天我不会给你放太甜 因为你已经够甜蜜了 太爱了 谢谢 帅哥 待会呢 你喝完红豆汤之后 要送我们小淑菲一束百合花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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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古人有说 这个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集 此物最相思 也有人说 红豆是这个相思豆 既然你们两个一起来 喝红豆汤表示 注定要相思 为了要破除这个迷信 所以一定要送百合花 百合嘛 百年好合 下一次在发烧昏倒 就找不到可以抑制的抗争处准 你要有最糟的心理准备 我要死了吗 留下来的人怎么办 回脸怎么办 你妈妈真的在发病四小时之后 就过失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是不是在跟淑菲小姐商量 到医院进行隔离 我不准你到他们面前 再提出隔离这件事 该怎么停在你心中 这深长依旧的寂寞世界 带不走 爱很多 心很痛 究竟有多少只错过 这唯一的承诺 深深埋在心中 我却无法开口 我却无法开口 相信放在心中 圆水是为你保留 疼爱在我口袋 别让风把它带走 思念不能放开 它就像潮水 难以挥手 就算上涌一秒钟 求你不出口 没关系 微信 你能不能放开 感谢观看